陈志文议员在市政总质询时关心大西医疗专区跟行政园区划定情形 同时点出桃园的医疗量能不足的问题 但目前却受到卫福部将桃园的医疗区划分为南北两个次区域 后续无法进展 因此希望市长向中央反映争取调整成三个次医疗区 我想前提是说 现在桃园被卫福部划为这个医疗区域 有南桃园跟北桃园 那么大西这边算在北桃园里面 连什么龟山卢族那边都算在一起 这一区里面现在卫福部是认为 我们被核给的病床数已经满了 所以前一阵子中央大学要再设立一个新医院 也被卫福部退案 我们的建议是说 要划成三区比较合适 谢谢 谢谢市长 您的想法跟本席的建议不谋而合 因为接下来我要讨论的 就是我们桃园医疗区域的一个调整 现在目前来讲我们桃园只有分两大次区域 南北 刚刚市长有讲了 南北 但是真的在这边建议市长 真的要向中央争取 是否调整为三个次区域 以均衡医疗资源 为什么呢 其实市长跟您这边报告一下 自从疫情爆发之后 我想在这段时间凸显了桃园医疗量能的不足 以及被分享的非常严重 医院进一步提到桃园平均每万人的人口 急性一般病床为35床 在六都当中排名第四 显示整体医疗量能仍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希望市府加强努力 并指出卫福部所核定的床数 跟医院实际现有床位数有差距 建议市府核定调查 是否我们桃园市率先来去针对目前 我们现实际的核定的床数 以及实际现有的床数 我们来做一个调查可以吗 因为其他县市呢 他们因为经过调查之后 他们有去做个协调 你今天如果还有提出新办之必要 那我们给他一个延展期 在延展期内 必须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推动 如果没有 是否就把这个床位数 移植到其他更需要的区域 来去做整个医疗建设量能的一个提升 跟方向能 会后 我想该补齐的 我想也要充分让市长去了解 好不好 不然的话未来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造成我们的医疗量能 停滞不前的真的主要因素 主要因素 好不好 这个市长也请你这边 我会来这边注意 床外的部分 卫生局表示过去定期会检查 后续也会立即调查 针对调整桃园医疗区域的建议 目前副市长王明俊 已经透过相关医疗管道 向卫福部提出建议 也会积极争取 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 好 好 就没有 不是太